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早 我是志愿哥 今天是8月5号早上10点 那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呢 我们跟大家提醒 这个盘呢 你要开始有危机意识 这个盘呢 你要很小心 尤其呢是每股的三大指数 每股三大指数这边呢 如果再收一根黑K的话 黑三兵这边呢 头部会开始成型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礼拜五 这个飞龙公布之后呢 美股呢 再杀了一根黑K棒 连带呢 使得加权指数呢 今天呢再度下跌 那投票这边 你或许会问说 加权指数什么时候开始止跌 这边要跟大家讲是 你这边千万不要去预设低点 因为低点呢 还有更低 目前呢 我们从筹码面 或是形态面来看的话 都已经呈现了偏空的状态 那投票 或许你会问说 筹码面外资明明还是流仓多单呢 那这种歌先前有曾经跟大家讲 这外资的期货未平仓这个部位呢 你不能单纯呢 只从他的数字去看 你如果单纯只从数字去看的话呢 这边会判断错误 账面上这边外资的流仓呢是多单 但是实际上 他已经转为一个净空单了 不管是从这期货或是从OP来看的话 目前呢外资呢都是呈现一个偏空的状态 虽然呢短线上呢 这边呢外资的期货 这边筹码是呈现偏空的 现货呢也是呈现卖超 那这边呢这种歌就不会去预设任何立场 不会呢去预设低点 这边呢加远指数 短线上看起来还没有止跌 连线呢或许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连线这边呢 看我们看加远指数呢 有没有机会做个指纹 那这边你要观察的是 一样是看成交量 先前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价长呢量要增 同样的价吻呢量要缩 所以来到连线这边呢 能不能量缩指纹 这边就很关键了 那短线上的这种歌认为还没有止跌 所以这边这种歌 已经要很用力的去骗空操作 那这边呢你还有多单呢 记得一定要先接嘛 因为这边呢已经开始头部成型 那头部成型呢这种歌认为 回测前波低点的机率就非常大 前波低点在哪边 九千三 这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 如果真的出现爆点的话 这边呢会回测九千三 只是基本的 那两倍跌幅八千点 刚好是一个满足点 所以呢加远指数呢这边呢 你就不要太过乐观了 因为呢这边跟美股一样 已经开始头部成型 那头部这边如果你有见空单的话 那这边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出场 这相信呢是很多投资朋友会问到的 那这种歌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 你怕输就不会赢 怕少赚你也不会赢 这边呢如果你没有耐心呢 没有勇气呢抱着波段行情的结束的话 这边呢你不容易赚到大钱 那这样上礼拜的时候 这种可以跟大家讲 在跌破的时候呢 这种歌会勇敢进场去做加码 所以同意没有这边呢 赢家跟输家差别是在于 这种歌发现方向持续的时候 会进场用力的去做加码 那很多很多输家 大部分都是这边赚一点点就想要跑 怕这边赚了最后却变成赔的 这边赚钱被变成赔钱的例子呢 这种歌也不是没有遇过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坚持下去 耐心勇敢的抱一个波段的话 这边呢你很难赚到大钱 甚至方向持续呢 你可以跟这种歌一样 勇敢的加码 营要充输要说 这边交易的获利扩大呢 都来自于加码单 所以短信上的加益率 这种歌不会太过乐观看待了 因为我们跟大家提到了 69号缺口 这边已经正式的跌破 那下一期前我们跟大家讲 只要缺口呢没有跌破的话 这种歌这边呢 就会开始偏多看待 那这边缺口跌破之后呢 这边这种歌呢 就会用力的去做偏控 所以加益指数呢 或是贵买指数呢 短信上就不要太过乐观了 你这边还有多单呢 记得要先做减码 这边多单先做减码 甚至呢 你可以跟这种歌一样 这边呢 开始偏工操作 那等一下呢 我们再谈一些个股 这边呢 我们还是来帮大家追踪一下美股 那美股呢 上礼拜五的时候呢 虽然遇到季线就做收缴 但是同样黑三冰 同时呢 跌破了这种歌 给大家的红色这条线 虽然短信上 中哥认为呢 这边呢 已经形态已经呈现一个头部 后续只要季线再跌破 这绿色线也跌破 这边呢 就开始形成一个大M头 这一段呢 就是这种歌最想要的一个主跌段 也是利润最丰富的主跌段 但是究竟会不会来呢 中哥认为呢 会持续的反复 那反复呢 就会很像这张 2007年到2008年 M的右边最经典的走势图 在这边呢 季线这边呢 反复震荡之后 最后呢 爆点出现 就是出现这段 连续中错的主跌段 那有没有 这边呢 这种歌在这一个期间之内 我也不知道 它会跌这么跌这么深 你一定是事后来看 哎才发现 原来回头一看 已经跌了这么多 事后来看这边 大家谁都会讲 但是在中间这一段 你有没有勇气耐心呢 抱着行情的结束 这边呢 如果你这边看到 没有一个反转信号 你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都没有反转讯号 要向上位到 便有像这边这一段 有反转讯号向上位到 那如果你这边轻易的出场 那后面这一段 就都跟你没关系了 我们再提 以城市交易 波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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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什么时候是低点 什么时候是高点吗 没有人会知道 你就耐心的抱着行情的结束 那也许有时候 这边呢 你的部位呢 有可能是赚钱的 最后去变成 赔钱出场 真的这样的例子 是大有 这样的例子 是常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逮到这一段 先前的亏损呢 你都已经赚回来了 甚至会赚得非常多 那中哥在等的呢 就是这一段 连续中错 组跌段 那什么时候会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先前我们再跟大家讲 可以用恐慌指数 来去观察一下爆点 那恐慌指数呢 在上礼拜五呢 是呈现大涨 已经要呈现一个 跳空往上突破形态 那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说 恐慌指数 来到这边的时候呢 行情呢 上下波动会非常大 那这边上下波动非常大 这边新手呢 就很容易受伤了 你可以看到 今天加选指数 上冲又下行 上冲又下行 那每股电子盘呢 也是上冲又下行 这让的快势呢 非常快 一下子马上往上涨 一下子又往下杀了四五十点 这边呢 上下波动呢 会非常大 这边如果你这边没有把握把握的话 记得要先降低你的资金所谓 将你的资金所谓降低 那但是你可以把你的停损给拉远 什么样的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原本呢 你一百块的股票 这边呢 你买买十张 但是你停损是抓十趴 那如果你现在控管你的资金规划 把原本买十张股票变成买五张 但是你停损可以把它稍微拉一点 那这样整个部位来看的话 你还是赔着十趴 所以呢 这边呢 面临上下波动非常大 这边呢 你用资金呢 资金呢 来去控管你的风险 但是如果你是像这个一样 在高档这边呢 已经开始有建立一些空单 那这边下跌过程中 又有去做加码的话 这边呢 你的成本拉开之后 你这边就很耐震了 那很耐震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是你有勇气 可以报到行情的结束 所以这我们认为呢 这边恐慌指数呢 已经开始呢 来到了接近有细看的位置 现在我们跟大家讲 MISS呢 往上突破均线纠结 代表上下行情波动 开始加大 再往上代表有细看 再往上的话 这边呢 爆点呢就会开始出现 但是呢 我们只是用这个 来观察一下爆点 这边呢 绝对不是叫大家去买这档商品 00677U的富邦MISS 那这种哥今天特地呢 再把这线形图呢 给拉上来给大家看 不然大家认为这种哥在给供 这边呢 哎 这边五块多 五块钱的价位 你不买什么时候要去买 那这种哥把线图掉出来给大家看 这边呢 这种哥不是呢 这边说大话 这种商品呢 绝对不能去做 不能去碰 因为呢 他有换仓成本 换仓成本 还有时间价值 所以这种商品呢 如果你把它摆着的话 这边呢 光时间价值 就会疏失你 这类商品呢 是长期走空的商品 你可以看到这两 00677U富邦MISS的周线图 你可以看到他挂牌的高点 一直到今天 当中间总共发生过几次股灾 2016年到现在 这边发生过股灾 总共认为不下五次以上 那这边发生过 那么多次股灾 你可以看到他的挂牌价位 这边的成交价 有再回到二十块吗 完全是没有的 所以综哥要提醒大家 有些商品 你了解他之后 你就知道这种这类商品 你千万不能去碰 那这场呢 00677U富邦MISS 或是台湾50的反应 这种呢 综哥认为呢 都不适合去碰 因为他们有换仓成本 也有时间价值问题 那你放空呢 其实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啊综哥 这边再次提醒大家 我只是用来观察爆点 绝对呢 你也不会去想去买 00677U富邦MISS 这种人要放空呢 其实呢 有更好的选择 大家都知道这种人 很会放空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礼拜五呢 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几档 空单个股 平概股 事实上呢 在这个川普呢 还没对中国呢 克克增 3000亿美元商品 关税之前呢 这种哥这边 就已经先跟大家讲 这个华为市占率 拉起来之后 这边呢 神送概念股呢 跟平概股呢 会优先受害 所以这边呢 这种哥已经呢 先跟大家讲 平概股呢 你千万不要去碰 这种哥在当下呢 也不知道 川普呢 会这边对中国大陆 克增10%的关税 但是这种哥 发现说 诶 平概股这边已经不太对了 再来从苹果财报 来跟大家讲 苹果财报这边呢 呃 iPhone说是节节衰退 但是成长呢 反而是软铁服务的收入在成长 所以呢 要被这平国财报优业表现呢 给骗了 那在上礼拜五呢 我们跟大家提到 平概股呢 这边是可以做放空的选择 那你可以看到 上礼拜五呢 外资卖的呢 都是在卖平概股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平概股呢 仍然是呈现下跌的 我们可以看到 鸿海呢 在上礼拜五呢 外资呢 是卖的非常多 那短线上呢 这边呢 均线呢 都已经跌破了 再来我们看到大力光 3008大力光 外资的卖超也是不熟 那有没有 这边如果贸易战 持续打下去的话 大力光呢 会优先受害 因为呢 这边华为会受影响 这边神仲也受影响 再来苹果也受影响 那这三家呢 这三家呢 这三家的镜头 都是跟谁拿的 都是跟大力光 所以大力光 中哥呢 认为呢 这边呢 你短线上有持有的呢 还是要小心 那虽然说他那么高价 一般的散户呢 大部分呢 都不会去做持有 但是呢 中哥还是把它提出来 那大力光 这么样走的话 那代表其他平概股呢 都不会太好 我们再看到另外一张 平概股 274的可成 今天呢 也是呈现下跌的 那这边呢 外资呢 也是连续的卖超 所以短线上平概股呢 这边你就要开始谨慎了 这边呢 平概股如果有反弹的话 这边要开始做减码了 甚至你可以跟这种各样 进场去做放空 这三百五呢 我们呢 也是进场去放空了 一些平概股 这边呢 就是等着收钱啊 那再来呢 这种哥这边还是要跟大家 攻上时间一下 这边如果你掌握不到方向的话 那这种哥这边呢 来帮你代打 打出呢 一只一只财富大满贯 这边呢 我们跟大家行情的规划 都是先跟大家讲的 在五月初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 这里是M的右边 M的右边呢 这边的指数呢 不会是太大重点 个股呢 这边你的逢高呢 一定要先做减码 结果五月初呢 这边马上杀了一段 那在六月中的时候 这边指数呢 开始向上突破的时候 我们也跟大家讲 这边呢 你要开始偏多思考 在缺口没有跌破之前 你就是偏多操作 那在这一波呢 开始反转的时候 中哥在一万零九百的时候 就提醒大家 这边呢 你要开始有个戒心 但是还不用悲观 那这边呢 你要的空单 来去做一下保护 保护一下你的多单 那相信呢 这一波杀下 我相信大家都有多单先减码 或者是呢 这边有去见空单呢 来去做避险 所以呢 这边呢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方向 我们呢 来帮大家指定打击 中哥这边手上呢 还有很多个股 甚至呢 我们今天还去做了一组 无风险套利 那这种无风险套利呢 这边呢 就是像超级玛丽兹的信息一样 是无敌单 这边呢 短线上啊 这边呢 无风险套利呢 这种哥认为 这个机会呢 会非常多 所以呢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机会 我们也是进场去见了这个无风险套利 那这样的机会呢 这种哥认为 接下来会常在 所以呢 这种哥手上还有很多呢 个股的空单的名单 那这边呢 行情如果开始要往上的时候 这种哥也有宏观第二 准备呢 复制宏观第二 这样走法的多单个股 所以从这边有 影片下方呢 都有相关的表单连结 这种哥呢 欢迎大家来填写表单加入我们 同时呢 请大家持续锁定 这种哥的FB 古籍小小子 或是Lite 股动人生 这种哥呢 在上面呢 会一些及时的多空讯息呢 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 拜拜 拜拜